好處就是我們可以無需說直接又重新再做 等於是之前做過的東西基本上都在 那你大概就是只要第一個 以後盡量上課之後 像我的低疊一定就是放那個Workspace 所以這個Workspace裡面的話基本上會有個Test我們的專案名稱 專案名稱裡面有個Package就是Source 所有的Source都在這裡 或者是說你將來你可以把Source裡面的東西 把它備份起來也可以 你如果不是Workspace你就是備份這些Source 將來再貼到你的Source底下也可以 幾種方法 比如說我今天假如說Workspace 你會發現再來的話就是說 那個我們的Python環境 大概就是第一個我剛剛是從我們的雲端上面 找到那個安裝環境裡面的那個懶人包 那我把懶人包解壓縮 特別是要解壓縮的時候記得 裡面不要再有外面一個懶人包 你按右鍵我建議是解壓縮到此 不要再解壓縮到這個目錄 因為那個外面如果有一個中文名稱 將來有時候會發生問題 我覺得很奇怪有些地方它不支援中文 OK所以盡量解壓縮至此 那我把它解出來之後的話 再來呢就直接把它開起來 不過開起來之前 可能你要注意一下我們Python的那個環境 Python3632這一個 那3632我剛剛是直接又從那個 我們的Python的官網上面去把它做download 那這個時候呢剛好 我上去的時候發現了 這官網裡面 剛好目前download的 目前只剩下3.65 它好像2.7的版本就沒有了 那意思就是以後可能它就不支援2點幾的版本 所以以後應該齁 都會只是3.6 3.7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32會員的 我印象中好像32會員的 所以呢我們Eclipse也是32的 所以都32的話應該就比較沒問題 那我把它下載之後的話一樣齁 做之前一樣的安裝啦 那你裝好之後齁 再把那個Eclipse把它打開 基本上就可以work了 那大概會有幾個地方注意啦 把Eclipse打開 第一個會遇到問題 就是說它問你說 欸你的workspace在哪裡 那因為呢我把那個上課 之前上課那台電腦的 低疊的workspace齁 一樣把它複製到低疊 一模一樣的路徑 所以它一打開 就跟上個禮拜一模一樣 不會有差別齁 那我建議以後的話 你不一樣的環境齁 可以多setup一下 這樣的話至少 以後換個環境 也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按Lunch 那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再檢查一下 頂多是檢查 我們最早的那幾個問題 包含就是說 Windows裡面的那個 Performance這個齁 這地方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PiDiv 裡面的這邊有一個 PiDiv裡面的 那個 確定說它裡面是有Library 也就是要找到那個PiDiv的環境 如果沒有齁 假設你這個沒有的話呢 你要重新new它 而且重新browse 跟它講說 我的環境在低疊底下的 因為我剛才裝了 我重新再把它下載 在那個什麼 PiDiv 363這個環境 然後找到它的Python的執行檔 按OK之後的話 它就會自動抓到裡面 所有的Library 所有的函式庫 這樣的話 你將來再執行 去compile 去執行 去run 才不會有問題 不然的話它一定會出現什麼 找不到一些東西 什麼module之類的東西 OK 按OK之後的話 那再apply 最後可能頂多是去檢查一下 你那個 裡面的那個什麼 Jerno裡面的那個 Workspace裡面的 那個test 理論上應該是懶人包 我已經改過了 理論上 確定是UTF8就可以了 因為 預設環境是MS950 MS950的話 那以後你開發 變成你要每一行 每一個 module開頭都要coding 等於UTF8 如果你設定好 這個部分就不用寫 網路上好像蠻多 提供的那個 參考範例 很多都要自己加一個 coding等於UTF8 你有沒有加的話 會產生亂碼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 Workspace已經改了 所以這部分就OK了 那大概是這些 其實以後熟了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環境還蠻方便的 好處就是說 它以後換個環境 不用像那個Visio Studio 要重新安裝 然後又裝一大堆東西 然後又裝很久 那裝完之後的話 然後又要update 每次都會很多狀況 那為什麼是工作環境 那VPA沒有這個東西吧 沒有沒有 因為VPA全部都是 就是CP950 其實就是big5 所以它等於也沒辦法改UTF8 那所以這個地方 它就沒辦法 因為沒有這麼多設定 它指的是這個所有的 對 所有工具 比如說你將來開新專案 它確定就一定用UTF8了 你就不用再去做任何修改 改一次就好了 OK 我記得好像每個 module 也可以按右鍵 你也可以個別去設定 但問題是個別去設定 你這邊也可以個別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你要的那種編碼方式 OK 可以個別 對 你可以自己再去修改 理論上 改一次就全部都通通用 就UTF8就對了 那上禮拜的話呢 這應該是今天 第一個遇到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 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 大概比較重要的就是 用串列 這個串列list 非常的重要 當然我們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一個 輸入成績 最後按-1 所以用append 特別是喔 那個list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怎麼去增加資料 就是先給它一個空的一個list 空的一定是小 中瓜糊 有沒有還記得吧 如果你要再增加資料 append append就是 把資料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它跟那個isail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isail根本不用做這些事情 因為isail本身就是 你愛怎麼放哪一欄都哪一欄 反正你就是 自動幫你開好了啦 那在python裡面呢 因為它沒有像isail這樣的環境 所以你必須要先給一個 假設你要輸入成績的話 那你要先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那個空的 所以這個應該還有印象吧 我們是 在雲端的 這個 哪一個地方呢 雲端的第五單元 第五單元這邊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就這一個啦 這個就是 輸入一二三 四個成績 最後一個負一 就是結束 那它基本上呢 第一個要先給一個空的喔 特別是喔 這個一定要加喔 比如說我今天 加一個放成績的空間的話 那我不知道有幾個 放幾個成績喔 那你一定要先給它一個空的 list 以後 特別是要串列非常重要 太重要了 因為在python裡面 如果你對串列不熟喔 以後你要從外部抓資料進來喔 你一定會遇到問題 很多人就是串列不熟 所以第一個你可以增加一個串列 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那個append有沒有 它輸入之後的話 利用append這個方法 把輸入的成績 丟到這個score的這個串列 它加一個 它就放一個 加一個就放一個 類似像這樣子 那最後呢 如果結束的話 就負一啦 在上禮拜有講過喔 所以最後必須把總長度-1 因為把那個負一給扣掉 那最後呢 我要顯示什麼 顯示總分跟平均 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外部讀檔 OK 還記得吧 以後呢 也會遇到很多 因為外部的檔案 我發現 為什麼串列這麼重要 因為大部分外面讀進來的東西 放在串列 最方便 OK 所以遇到用串列的機率太高了 這個跟eSale一樣 eSale你要放哪 eSale它自動放欄 放列 那已經有了 可是python裡面沒有 沒有就只能用串列 如果像多欄 可以用Dictionary 所以後面也會用到那個Dictionary 就是字典 那字典就key value ok 再來就是我們上禮拜有講到那個外部讀檔 那外部讀檔其實 差別只是說呢 把那個外面的檔案讀進來 特別主要在python讀檔 也非常簡單 也非常簡單 其實只要怎麼樣 只要一個 就是readerLights 就好 對 readerLights 不要加s 前面有講過 readerLights 讀進來是一行的字串 readerLights 是全部 但是它是一個list 它是一個串列 它裡面 所以那個可能你自己讀進來之後 還要自己再去做切割 就是讀哪一個部分 最後只要把它split 把成績算出來 輸出 這個上禮拜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這部分 不守回去 一定要多多練習 最後的話呢 我們還有講到有關什麼 replace 取代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說呢 把那個member的資料讀進來 這個 會員資料 讀進來之後呢 再把它顯示出來 裡面我有用到replace的方法 replace方法 再來就是說呢 思考合併所有的檔案 那我們上個禮拜最後有練習一個 就是在那個低疊 我有放的 雲端上面呢 我有放一個那個什麼 練習檔 這個練習檔的話呢 就是在這邊 全省的郵局地址 這個地址的話 分成25個檔案 所以你把它下載解壓縮之後 我是把它放在低疊底下 這個低疊底下 裡面的話就是會有那個 全省的那個資料 在這裡 裡面的話就有25個檔案 這些 從三重一直到豐原 25個 那假如說呢 我希望 一件 執行之後的話呢 自動幫我合併 以前如果你要合併 你可能把它打開一個 然後全選 然後複製 然後再貼過去 然後下一個再貼再貼 可是問題好像太麻煩了 如果你檔案很多的話 我希望呢 對直接一次就全部搞定的話 那後來我好像有講了一個 合併的方法 有沒有 那個方法呢 我覺得其實還蠻好用 你可以找其他範例 大概的東西的話就是這樣子 我是把它做成一個List 有沒有 List裡面的話 其實就是這些裡面的檔案的檔名 當然以後如果說你這個檔名 像我們是用 我是用那個DOS底下DIR 自己輸出 那未來當然如果你用那個 OS裡面有個work 它也會這種產生 不過那當然相對又比較複雜一些些 如果你已經輸出了 那你就怎麼樣 一個一個的把它讀出來 並且一個一個把它合併的話 一先建一個List 二的話呢 就是這邊建一個空的一個字串變數 那就把這裡面的所有一個一個讀出來 就是List1裡面的三重 先幫我讀過來 讀到Name 那做什麼呢 幫我去讀取 所以我這邊建一個路徑 P的話指的是Path 把那個路徑把它串起來 所以全省地址裡面的三重 然後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幫我怎麼樣呢 幫我讀 把這個讀出來 之後的話呢 再幫我寫到 有沒有 這個FW 實際上就是 寫到一個檔案叫O 那這個地方後面的模式 用A A指的是 我要Append 一直貼一直貼 幫我讀 並且這個變數 因為我是放在C裡面 所以把C裡面清空 不然的話它會三重裡面吃掉 要一直存在 清空之後再換下一個 變中立 中立 中立打開 每個串在一起之後 再寫到這邊來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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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所以這邊是讀 這邊是寫 清空 讀寫清空 最後合併喔 那 假設說我現在 裡面沒有一個O的檔案 那我這樣來輸出的話 資金給各位看喔 其實蠻快的 執行之後的話呢 它大概不到一秒鐘 就合併完成 而且會自動在我們的 這個資料夾的最上面 會展現一個O 打開之後的話 這個就是全省的那個郵局的地址 這樣就完成了 是 你說Name的list Name這個的話 是說 你list裡面的一些 都叫Name 對 不用 它其實是一個變數 這個Name 指的就是說 因為是list裡面的 對 它這個意思說 Default 不是Default 你改其他名稱也可以 所以Python裡面不需要宣告 對 不需要宣告 這個變數呢 當它第一次丟 比如說它第一次是丟三重 有沒有 你丟進去給它 它就變自串 OK 這個叫Name 哪個名稱都可以 都可以 你叫A也可以 叫B也可以 不用不用不用 所以你看 所以你一個list 裡面的資料 要把它一個一個抓出來的話 就是這樣 for什麼名字 in 這個list 那它就會怎麼樣 幫你把第一個丟過來 跑一圈之後 換下一個 直到沒有為止 就是這樣而已喔 特別之外 所以以後 跑回一圈 只要你有一個範圍 它自動幫你全部 把那個串列裡面的東西 全部讀出來 全部 輸出 所以你會發現啦 合併看起來應該 需要寫很多啦 不過 我覺得用一個list 然後一個寫出 一個寫 一個讀 這樣就完成了 OK 其實不會花太多力氣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都再練習一下 今天的話後面呢 我們要再來看 其他的部分 請各位下面 還有其他的像那個 把它改寫的部分 這是上禮拜的東西 今天的話呢 也許 請各位也是 像開啟MANCE CAI 這個應該有印象啦 但是上一次的MANCE CAI 我們是把 MANCE CAI 上面的那個MANCE 是把它放在什麼呢 放在一個list裡面 那現在如果說我今天 是希望放在檔案裡面 再把它讀進來的話 這地方 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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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